元宵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位在七堵泰安地区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 士林林良堂社会福利协会经营管理的 基隆市第二日间照顾中心 送元宵灯笼给长辈们 陪长辈动动脑动动手一起组装灯笼 有助于延缓退化 也回忆年轻时拿元宵灯笼的乐趣 逗得长辈们都非常开心 提前过个快乐的元宵节 我爱你 我快乐 我爱你 我刚刚有问那些长辈说 你来这里有欢喜吗 我非常的开心 来到这个日照中心 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 可以有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作息 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未来的社会的趋势 随着高龄化 幼小的这些儿童也好 包括这些长者一定要重视 杨秀玉也致赠饼干礼盒 感谢辛苦照顾长辈们的社工及工作人员 也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士林林良堂吉隆区长张亚婷 则是代表长辈和工作人员 感谢副议长杨秀玉的爱心和关怀 就是谢谢副议长今天过来看我们日照的长辈 对那我们日照长辈对副议长也非常的有印象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企图区在地的长辈 对谢谢您 副议长杨秀玉自己也观察到第二日照中心内部墙壁 都有潮湿变黑甚至裂缝的问题 使用时间已久的防火防艳窗帘 因为不能洗刷擦拭也已经脏污 杨秀玉呼吁社会各界及企业界都可以一起来关注 协助认养整理第二日照中心的环境 现场看了一下发现到说有很多的一些设施有点老化 那也希望说我们各界人士能够来认养 取自己社会回馈的地方 那我想长辈对我们要这个百战校为先 我们要就是对这个长辈一定要重视他们 以后我们会也会老 所以从这个生活起居生活的自身做起 也是算是一个教育的方式 在中心人员陪同下 杨秀玉也到二楼中重度失智者家屋 关心失智者长辈 以及感谢工作人员细心照顾 杨秀玉认为 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更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 长辈日照及长照等问题 让基隆成为一个真正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三楼中认为 结束 二楼中